大家好,我来自老婆的杨玛丽 书想去媳妇,我老公回来了 看我给她买的车,她是什么评价 她满不满意呢,这个车也买了有一点时间了 但是我老公在外面上班 她现在终于回来了,在外面再看车 我们一起去看看,我老公对这个车满不满意呢 老公,咋样? 我来试一下 试一下吧 怎么样老公? 听声音好了,哈东基声音好了 满意我 满意,但是外面可能要修一下 外面,因为之前有碰的,那保鲜杠那边 当时在老婆的时候,哥哥不是碰过吗?碰过,然后 就简单装了,在边境换了一个便宜的 一直开回来也没换 哦,到现在还没换,要换那个是吧? 嗯,然后这两千,然后开到现在去换换一个 老公,那个地方大概还有多少钱啊? 大概得2000块钱就能修好 2000啊? 嗯 没事,这钱到时候我出了 你花一万五买车了,然后这修车钱我出了 不管咋说是,你做自媒体才一年,那也可以了吧 你看,买了一个车,平时有时候你花了钱 还是你做自媒体用的钱? 今天很厉害了 一年攒了一万五,我给你们花了,我给你们给的只是生活费 你自己能攒一万五可以了 大多数评论,不知道你有没有看,每次都是我回着了 大多数评论都是说你很厉害了,然后一年多做到这么多粉丝 还每天都会坚持更新视频的,已经很努力了 许多网友也评论都说是我娶了你,然后是很有福了 然后说是你也给我家带来采用了 知道啥是采用? 采用就是啥? 可能就是从你嫁给我,我们家一死,我们家就比以前生活条件好点了 挣钱多一点,采用 这车虽然不贵,但也是你做自媒体,然后一年,然后自己攒钱给我买的 我已经很高兴了,很感动了 像我们这种农村家庭嘛,两个孩子的,特别还就是光头嘛 在中国肯定不好找,也应该是找不到 所以到你们老窝,来后找媳妇去 虽然说是娶了一个外国媳妇,但 把你竟然娶出来已经是很大的风气了 你自己能够,算起来说是经济独立吧 你一个人能自己带孩子,还能够做自媒体,自己赚钱 你自己给我买车,我也觉得很感动了 这块要换一个新的吗? 这个可能要换,你先打开一下 还锁着 锁没了 吓我一跳 我那天打开是打开后面的,这边没打开 这个网球都要换是吧,这个灯都要换是吧 这是各个的楼开了嘴的 这个倒是没换,就把这个 这个换了 这不也不行 那等两天我们有时间再去换一个吧 嗯 你之前不是一直说想买车,买那种SUV写的吗 就那种越野写的 知道吗 哦,就是我以前跟你说我喜欢那个是吧 嗯,就那个叫SUV 那个多少钱啊 那个差不多的都得十几万 十几万 嗯 你再好好做自媒体 再做上 好好做上两三年 再带货 就差不多了 到时候 有钱了 然后给你换个SUV 哈哈 我不货开 但是他就给你货嘛 你你 哈哈 你不用说我好好的做自媒体 你也要好好的上班 不管是给谁买 买到你喜欢的类型吗 是不是 到时候这个车推下来 到时候看你弟弟要 我到时候给你弟弟 开过去 他 他不是小换小车吧 这个他换过去就行了 这车暂时只是带不用的 然后 有车比没有车 肯定要强了 去有事麻烦别人借别人车 太麻烦了 有车比没有车反正好多了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观看 点个关注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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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